我們今天講講七宗罪 這個七宗罪也是一個建議 我見過很多年輕人也好 成年人也有 會經常駕駛滑板車 其中一個小米牌子也很少 滑板車是電動的、充電的 用來代步 可以在馬路上、行人路上滾 不需要大家走路 這是一個快捷的代步方法 但你可以想像的 如果每一個人都駕著這輛車 就很容易撞到人 這輛車本身是比人類走得快 比人類走得靈活矯折 當然駕的技術好的話 就可以穿穿插插人 在人群中穿插 但香港馬路和其他城市馬路 或者中國大陸馬路是不同的 香港馬路上附帶的行人路 通常是很窄的 而且在香港地少人多 在行人路上通常都會放置巴士站 小巴站、過路設施 所以通常聚了很多人堆 而且馬路本身不寬闊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走一走行人路的時候 發覺有劑涌的情況 要有閃動的 所以香港的行人路 其實基本上不適宜 不適宜駕這些電動車 好了 香港有沒有法例 要特意規管這些電動車 是沒有的 香港政府甚至乎考慮 既然這麼多人喜歡玩 那在公園是否不可以玩呢 或者在一些沒什麼人的地方 其實都可以玩的 變成香港政府想 用法牌制度 或者登記制度 去容許車主 有暫地去用這輛車 不代表大家可以 隨便在市區的行路 或者市區馬路 是用這輛車的 今天就講講了 香港沒有特別的專門法例 是對著這些新式的電門設施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香港旧法例 其實也有很多法例 可以覆蓋到這些電動車 首先我講講的定義 汽車和電單車是什麼定義呢 汽車和電單車的定義 就是它由動力裝置推動 用輪胎去動 就是汽車的一個定義 無論是電單車 三輪車 四輪的私家車 多於四輪的貨車 都是這樣定義的 由人去操控 跟著就是用人去吹控 用機械推動輪轉動而行走 就是汽車 所以汽車的條例 是適用在這些充電形式的滑板車 因為滑板車一樣是由操控 一樣是有兩個輪在下面 就經一個機械形式去推動輪行走 所以其實這兩個電門 雖然它比普通的私家車 貨車 甚至電單車小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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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法律定義上 它中了vehicle 這個字 中了一架汽車 這個字 所以如果你在街上行走 你有機會犯以下六宗罪 昨天的案子就叫做七宗罪 有一宗罪就是他忘記帶身份證 這個大家未必會忘記帶身份證 所以駕駛這架電動滑板車 本身你帶身份證就不是七宗罪 是六宗罪 哪六宗罪呢 就算了 第一個 因為這架汽車 所以駕駛的人要有駕駛執照 如果你沒有駕駛執照的話 第一個 你就沒有駕駛執照 所以你有第一宗罪 第二個宗罪就是這架是汽車 在街上行駛你需要有牌照 即是說牌費你要給政府運輸出牌照 那個就是行車證 你沒有行車證 結果有第二宗罪 這個其實可以負貸定一宗罪 沒有之餘不展示 都是一宗罪 第三 你就肯定沒有買第三者保險 所以你有第三宗罪 沒有買第三者保險 第三宗罪 第四宗罪 因為這個可以當作電單車 而電單車是指定要戴頭盔的 你沒有戴頭盔 就是第四宗罪 第五宗罪 原來汽車是不可以在行人路上行走的 所以你將一架滑板車擺上行路行走 就是將一個 vehicle 即是將法例定義的汽車擺上行路行走 又是一宗罪 第五宗罪 第六宗罪 原來你撞到人 你將車撞到人 那就是不小心駕駛 或者危險駕駛 就是第六宗罪 撞傷人 甚至撞死人 就是危險駕駛 或者瘋狂駕駛 就算你撞不到人 或是嚇驚 都是不小心駕駛 就是第六宗罪 好了 第七宗罪 當然就是拒保大身份證 大家不會的 所以最少數到 我也很記性 寄出六宗罪 好了 即是說大家 如果你是父母 甚至你是年輕人 或者你是中年人 你駕駛的車 有時候買菜 有時候是代步 你要注意 雖然政府少了執法 甚至政府認為有機會 做一個豁免 豁免目的 就是令到大家可以 在有責任之下 用這個車 但是暫時這個法例 還沒有去到立法會 豁免怎麼登記呢 好像無人機一樣 會不會要登記了機主 有豁免 如果登記了之後 物主就會對車要負責 甚至有機會要買保險 這些可能是一個細節 但是這個條例 有段時間還未實行 所以 無論你現在有的車 用不用也好 你要記住 如果你在行人路上用 或者甚至單車鏡上用 或者在門跑鏡上用 也好 原來你也有機會 干負六宗罪 這六宗罪 包括再數一次 你沒有駕駛執照 你沒有牌費 沒有現梳 沒有頭盔 你危險駕駛 或者是不小型駕駛 另一方面 就是你本身 好像還未數 就是你沒有駕駛執照 或者你行人路上行走 行人路上行走 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如果你的家人 是有這輛車的話 不要再開了 因為昨天發生了一宗 警察可能見到 就不會再容忍 然後就可能會告 一告這麼多票 加一加起來 都會罰很多錢 加上五、六票 有些四百五 有些三百二 都幾千元 這個代步就變得很貴 所以大家要注意 也要想想 就是在人多的地方 就算昨天那個年輕人 其實他沒有人的地方 但是警察看到他 他走路就想停 但是他結果收制不及 就撞到警察 警察又閃避不及了 但原來沒有人 也有機會撞到人 如果人多的話 撞到人更加厲害 如果撞到小朋友 更加不好 所以暫時就盡量少 用滑板車來代步 如果你說香膠 或者是一些自己 喂 我在學校裏面 駕不可以呢 那些可能可以 但是如果在公眾地方 暫時就不要了